大聲一點 我想兩個方面都有 一個就是溝通不夠 第二就是現在我們對這個體育 尤其是這些精英體育的方面 我們的政策上 政府上面就沒有一個明確的政策 所以造成很多時候 有些體育項目得到好的成績 拿到金牌之後 我們就會撥多些資源去提升它 但是一些新興上來的體育運動 政府好像在這方面 就沒有一個很具體的政策 去怎樣培育它爭取更好的成績 這次出現這個事件 很明顯就是看到 政府它對這件事的忽略 我在電視台看到 問到局長對這個意見的看法 局長也是笑哈哈就算了 究竟民政局裏面 它有一個具體的體育政策 它有一個具體的體育政策 這樣的時候 對這個精英的運動 那個輔助 還有那個 怎樣去提升它們 就有更明確的指引 但是這次也明顯看到 大家的溝通不夠 還有這個指引指導性不強 這個就是很視乎每一個運動的性質 還有每一項的運動 它的需要性是怎樣 但是這次提出來 這個情況 我想都是冰山一角 那我想政府和奧委會 就應該要坐下來談一下 看哪些項目是需要 哪些項目是不需要 是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指示 如果不是它就很被動了 我們看到這次奧委會 都是很被動 人家給這麼多名額 我就這麼多名額 不夠名額 我就不派個軍醫去 變了對這些運動員那個危 就是它自己的運動的危險 或者創傷都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 他自己要深刻去反省一下 檢討一下 因為這麼多樣運動 受創傷的情況都會不同 我想最主要應該聽多些 運動員和教練的意見 現在就好像上層 管理階層有管理階層做法 下面運動員和教練方面 有他們的做法 變成事件看到他們 上下不能夠溝通 和不能夠配合 會的 因為我們19號都有一個 馬逢的議員都有一個動議 在那方面 我們現在正在徵詢業界的意見 其中一部分 我的發言都會在精英運動裡面提出來 假設 我認為這個問題 是將會跟計努力 而且每個國務上的 比例 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這些人的交易會改善 所以我們希望這些人的交易會改善 我們希望這些人的交易會改善